一群倒地的群众堆叠成好几层 众人表情猙獰十分痛苦 到场的消防队员也束手无策 不知道该如何救起 这一起在南韩首尔黎泰院 爆发的重大推挤事故 酿成严重伤亡 有幸存的台湾人回忆事发经过 仍然鱼记犹存 150公尺我们在那边挤了 15分20分钟 完全体感上你不会觉得你自己在往前 我大概被夹了5分钟以后 我就觉得我已经有点呼吸不到空气 然后快要窒息 然后脚一直疯狂被踩 但是你真的蹲不下去 没有办法低头看那鞋子到底什么状况 其实事发当时不只有一名台湾人在场 这名拥有7万多名粉丝的女网红Angel 也透过现实动态记录下意外发生时的情况 女网红描述第一时间只看见有人往高处爬 还有外国人在大声鼓噪 原以为大家只是在玩 直到在餐厅内看见有人倒地被急救 甚至还有人全身瘫软被抬走 才知道大事不妙 最后女网红描述目击 有一堆人想要挤上巴士 离开发生意外的离泰院现场 而她和友人则是出价10万韩元 幸运搭到计程车平安脱困 而又南韩当地的幸存者表示 面对大量人潮涌入离泰院 南韩警方似乎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 更有一名澳洲游客目睹有人在街上跌倒后 后面就一个接着一个扑倒 最后所有人层层堆叠 而让她气愤的是有人试图从旁边的夜店逃生 老板却见死不救 不愿开门放人进去 历劫归来幸运存活下来的人 想起离泰院踩踏意外经过 依旧惊恐万分 东山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道